以效力美国职棒联盟这个休士顿太空人的罗佳仁拿下第一次的救援成功 运动家追到4比5只落后一分 到手的胜利恐怕要飞了 太空人赶快把新的救援投手推上岔 95英里的快速球直接推掉对手 罗佳仁八局登场救援 23球16颗好球最快飙上了95英里 一分未丢帮助球队5比4立刻对手 拿下大联盟生涯第一次的救援成功 罗佳仁兴奋的跟捕手几掌庆贺 捕手也没有忘记把很有纪念意义的火球人 第一次救援成功球交给罗佳仁 日本青年强投安乐志大 在今年春天甲子圆的比赛 标出了157公里的快速球 打破了2007年原本155公里的记录 安乐志大今年才16岁 高中二年级 187公分的好身材 是日本高中的速球王 高一的球速已经轻松突破了150公里 未来很受瞩目 但是今年春季的甲子圆比赛 短短两个礼拜不到 无常比赛 安乐志大丢了772颗球 引爆争议 虽然球队教练强调很注意他的健康状况 但是高中生五场772颗球 这样的超级投球量真的是太残酷 让每日棒球圈开始重视保护高中生的投手手背